好 欢迎回来 上一节金奖班呢 我们进行了整个第一大章第二节 第一幕第二条指示点的讲解 介绍完成了之后 并且结合了安全质量控制等相关的考点进行学习 本节课呢 我们接着从第一幕第三条 钢筋施工技术开始我们金奖班的讲解 那么这部分呢 还是和以往一样 分值并不高 他讲了一些钢筋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规范当中的强调 这部分呢出现在选择题当中的概率更大一点 首先我们看汉字一一般规定的双括号四 当需要代换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要找原设计单位做变更设计 刚刚说它是一个选择题的考点 马上这一句话我就要说 它还是能出案例的 我们只不过说这部分的钢筋工程 主要选择题的考点 那么出整个案例的这部分 在历年真题的经验当中 它的概率比较低 也不是说它就一定不出案例题 所以我们把能出案例变化的点 也给同学们指出来 就是这句话 这部分的钢筋代换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啊 比如说我们和长期合作的这个钢厂 突然发现它某个钢号没了 这个时候我们施工单位 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 就进行了钢筋的代换 然后就直接买了这部分的钢材 就直接用了 行吗 错了 现场施工单位自行处理 在案例当中都是错的 找谁啊 你要找设计 拿专业意见 它的这部分的核算 它要出变更 才能确证 你一代换以后 钢筋仍然是安全的 仍然是可靠的 所以必须要找 原设计单位 做变更设计 这个变更设计 给了监理以后 监理还要下变更令 我们这部分钢筋 才能够代换 当然了 设计单位在我们的案例考核当中 它并不会把变更设计 直接给建立 而是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给建立 建立下发变更令 这部分呢 是我们案例考察的 一个闭环管理 要求同学们 一定要按照这样的套路去做 不管你在工地上 怎么怕麻烦 但你要按照我们的 这个原理要求去做 下面第五个 预知构建的吊环 必须采用 未经冷拉的 热闸光源钢筋器制作 这部分呢 是常见的选择提高点 这部分的吊环 和我们的吊勾基处 把它吊上了以后呢 起吊重物 所以对于吊环这个构建 它的机械性能更重要 也就是说 要求它有很好的严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用冷拉了 实际上呢 冷拉它有增强的效果 但是相对于吊环来说 它的强度的重要性 远远没有严性的要求高 而你一旦用冷拉的钢筋去做 吊环很容易脆断 所以不用冷拉 我们要用什么 热闸的 而且我们要用钢圆钢筋去做 所以不能用带领钢 这部分呢 我们解释过 它的原因呢 还比较多 你这个螺纹钢啊 它表面的这个螺纹 如果和我们这部分的 吊石直接技术的话 那吊石掉锁 这部分直接技术 容易把石给磨断 是吧 这是第一个 因为它这份的螺纹吐起 容易磨断 容易把吊石磨断 第二个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螺纹钢 它的伸长率 它的严性 讲得明白一点 它的素性 比光源钢筋要差 我们刚刚才说 吊环特别强调它的严性 那你这部分的螺纹钢 严性差呢 就不能用 所以他说 不得以其他钢筋替代 且实用时 我们说计算的硬力 应该是不大于50兆帕 太大就容易裂断 就这个道理 这部分的数字呢 考选择 考案例的可能性极低 下面算货号6 在交出混凝土之前呢 应该对我们钢筋 进行隐蔽工程的验收 这部分同学们要明白 也能考案例 这部分呢 如果钢筋 你做完了不验收 直接交混凝土 马上就会被混凝土盖住 你就看不见这些钢筋了 这就叫隐蔽工程 那么我们隐蔽工程的 施工管理老师也讲 在隐蔽工程 隐蔽之前 我们的施工单位 应该提前48个小时 书面通知 建立道场 由监理和我们施工单位 共同检查验收 确认合格 形成文件监理签字 同意隐蔽 你才能把它隐蔽掉 少一步都不行 你必须在交混凝土之前 确认检查 钢筋的数量啊 位置啊 规格啊 自尽型号 以及它的间距啊 等等 所以我们这部分检查 合格了以后 你才能够隐蔽 但是 仍然我刚刚说了 形成文件 建立签字 你要形成记录 存档备查 这是我们金讲办 一路走来 强调对于现场文件的重要性 这部分呢 很容易在案例当中体现 因为在现场 它做的差 现场它往往不形成记录 那就有问题 我们很多啊 为了干工 先干活再说吧 到最后要验收了 赶紧了 资料员来补材料 错的啊 我们应该随着工程进度 同步形成 整理我们的文件 好 我们拿2016年 我们二件 市政专业这道单选 一起练一练 钢筋的级别总类和直径 应该按照我们设计要求选用 需要代换的时候 找哪个单位做变更设计呢 能做变更设计的 当然是原设计单位 其他单位都不对 教材原本我们选D啊 答案就是D 解析就不用读了 解释了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个吊环 为什么要用 未经冷拉的热炸光源和钢筋 这部分呢 我们也解释这个问题 冷拉容易变脆了 破坏了钢本身分子结构 它是不宜够做吊环的 容易脆断 好 下来我们讲 汉字二 钢筋加工的第一条 钢筋弯之前呢 先要调直 同学们都明白啊 现场的钢筋没有直的用的 都要做弯钩 但是做弯制之前 又要先调直 有同学说不矛盾吗 不矛盾 钢筋呢 到现场都是盘调运输 那么盘调运输到现场的时候呢 它是一圈 那我们现场当然要把它先调直 然后再做弯钩嘛 所以先调直没有问题 钢筋呢 优先选用机械方法调直 又快又好 比人工肯定要好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机械方法调直 同学们能够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就行 然后呢采用冷拉法进行调直的时候 我们对它的冷拉率 能考选择题 不会有案例 这部分的选择题 注意HPB300P 就是光源钢筋 它的冷拉率呢 不得大于2% HRB335 HRB400 这份钢筋冷拉率呢 不得大于1% 注意这个R呢 就是螺纹钢 那么这部分呢 正好和我们刚刚讲的 吊环这部分知识点呢 遥相呼应 你看光源钢筋的冷拉率 它不得大于2% 也比你HRB 钢筋冷拉率 这个不得大于1% 这个上限要大 那就说明光源钢筋的延线要好啊 对吧 也就是生长率要大 所以我们这部分带裂钢 不适合去做吊环 因为它的这部分生长率小 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这就可以 所以我们要求同学们 知道的是 冷拉率也不能太大 调直可以 你不能把钢筋给它拉断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求同学们 你也能看到啊 在这幅图里面 就有原钢 它的冷拉率呢 上限是2% 这里呢 就是罗文钢 它的冷拉率上限的是1% 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可以 好 接下来 我们能看到呢 冷拉的设备 我们常常说 那么盘调运输过来 你是一圈是吧 我们现在钢筋要给它拉直 所以我们要用机械 冷拉设备 我们机械调直的设备 那么这些我们现场呢 进行冷拉的过程当中 那么冷拉以后呢 我们从这个图的对比啊 都知道 一拉当然变长了 那直径啊 就会变小 等于钢筋变细了嘛 同时冷拉还有一个作用 现场还能除锈是吧 好 接下来 汉子3 钢筋的连接 第一部分 热闸钢筋接头 这部分呢 是高频选择提高点啊 不可能有案例 1呢 就是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先采用啊 就是优先推荐 焊接接头 或机械连接接头 为什么不讲 我们熟悉的绑扎 也就搭接呢 它不牢 我们一看啊 这就是焊接的焊缝 是吧 包括呢 这就是我们机械 套筒连接啊 这就是套筒连接 而且套筒连接 连接的一般都是螺纹钢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都用呢 那种滚丝机 叫个滚压拨类 把它这个表面 这个类纹呢 给它拨掉 然后呢 滚压出来的这样一个连接头 这样滚丝机 等于把这个丝扣给它刻出来的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机械 套筒连接就比较牢 下面双括二 焊接接头 优先选择 那么优先选择什么呢 单选题 闪光对焊 能够考选择 考案例的可能性很低 这份的图呢 我一直不想换它 一般来说 我们每一年更新课件的时候呢 总想给同学们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是让同学们有新的收获 但这个图呢 还是让同学们感觉到很 这个特征啊 很强烈 影响就比较深刻 焊接接头 之所以优先选用闪光对焊 就是因为它的焊接效果好 焊得牢 最关键它还可以避免钢材的浪费 这个闪光对焊的基本原理啊 是在一定的压力顶接下 把两段钢筋给它顶在一块呢 然后开始焊接 同心同轴 钢筋的利用率高 避免钢筋的浪费 这就是它优先推荐的理由 那么呢 现在这两段钢筋啊 给它顶在一块焊的时候呢 它发出耀眼的火花 因此叫个闪光对焊 因此得名嘛 同学们有这样的影响就可以了 我们用2018年 一件广东海南补考卷 这道单选机练一练就知道了 热闸钢筋的焊接接头 应该优先选择是个啥 那么 焊接接头优先选用的 当然就是闪光对焊 教材渊人嘛 所以我们选择的呢 就是D选项 答案就是D 下面双扩3 机械连接接头适用于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滚压剥垒 用滚磁机呢 给它刻出来的丝扣 我们用机械套筒相连 那么它连接的这部分呢 连得牢的 能够咬得住的 主要你看 都是HRB335 HRB400 都是带类钢 对吧 都是带类钢筋的 这部分的连接 双扩4 当普通混凝土当中 钢筋的支径 等于或小于22毫米 这个时候呢 又没有函节条件 你才可以 采用绑扎连接 这可啊 不是因和疑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场用火烧丝 或者吸钢丝 把这些钢筋 给它绑在一起 又叫个搭接 那吸钢筋才能绑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细钢筋啊 才能绑得牢 所以要22毫米以下 考单选 而且是没有 焊接条件 有焊接条件 我们有的时候 都要用点焊 是吧 因为焊还是比你 绑扎的连接呢 要牢一点 但是受拉 勾件当中的主金 你再细 也不能绑扎 为什么 它长长的 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受到 比较大的拉力 就容易从绑扎的 接头给它拉出来 你绑也绑不牢 因为这是受拉的主金嘛 它受力时间长 受力时间大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部分 有绑扎的话 你即使给它绑住了 在它的受力环境当中 也可能把它抽出来 那么这部分的连接就不牢 注意啊 这叫受拉主金 不得绑扎 记住关键词就行了 因为我们钢筋啊 本身就是一个受拉构件 它又是一个主金 所以它所在的位置呢 受力持续时间长以外 实际上受力贺载呢 大小还是比较大的 受力大 受力时间长 这就决定了 它呢 不适宜绑扎 好下来 双括号五 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片的 交叉点焊接 好 这部分我们说了 没有焊接条件的时候 我们用绑扎 实际上 像我们的钢筋骨架 和网片的这种交叉点 我们为了保证 它的连接质量 用电阻点焊度 所以我们这句话 能够考单选题 包括在现场呢 给同学们一个感性的认识 现场只是电阻点焊 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 用示意图来说呢 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啊 叫点焊 你看 它的焊接 仿佛就是基础点 仿佛就是基础点 那么使得它能够达到 交叉点 连接 牢固的一个目的 下面双括号六 钢筋和钢板的T型连接 已采用 埋胡压力焊 或电胡焊 这部分在建筑工地上 建筑专业的考试当中 讲到锚筋和锚板 也都强调要T型焊 这就是一个倒T型 注意不能是L型焊 因为L型焊 你只焊了一边 而T型焊 你两边都给它焊牢了 这样的连接是比较牢固的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的T型焊 同学们能够理解 同时我们用什么呢 你看啊 都是带胡的汗 这部分我们的试意图 我也用了好多年啊 我个人感觉它应用呢 还是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这么一堆啊 它给它画出来的这张试意 就是电胡 这个电胡是个啥呢 实际上它的一个 基本焊接原理啊 我们的试证考不了多深入 你就记个名词 就是一个选择题 根本不可能考案例 但是我这么带这个几分 几秒钟吧 对于同学们的复习时间也没有影响 反而能够加深同学们知识点的理解程度 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实际上啊 我们标准大气 实际上标准状态下的 我们这两个大气环境 我们的空气是绝缘体还是导体呢 我在面授现场也常常问这个问题 如果是导体的话 那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太危险了 是绝缘体 本来我们的空气它不导电 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触点 它两边达到了燃火电压 能量太大 它就很可能 由于能量太大 使得我们触点附近的气体 被打成电离状态 那么一旦气体打成电离状态 这种极端的气体放电的形式呢 从外观上看 就是熊熊燃烧 发出强光 发出强热的一段导电气柱 那这玩意就是一个电弧 那么这一段导电气柱 它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高于很多金属的燃点 重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学们能够明白 这部分高于很多金属的燃点 高于很多物质的这部分的燃点 所以电弧有的时候 在很多工业环境当中 还要避免发生 怕它发生火灾 因为它比很多物质燃点都要高 但是现在它比很多金属的燃点高呢 它是这样焊接就牢过 所以同学们能够理解了呢 这就可以 好 这个现场呢 我们来进行电弧焊的现场 有一个这样的感性的认识 电弧焊以后呢 我们这个焊风的外观 包括呢 它现场呢 这部分我们标的详细一点 我们有焊接的漏洞 这是我们在进行什么呢 埋胡压力焊的现场的集聚 那么埋胡压力焊 我们成型之后 我们能看到 这个埋胡压力焊 我们四标四周都给它焊牢了 那么从这个上面来说 焊接的质量比较高 我们用2019年 我们二建市政专业这道弹选机 一起来练一练 钢筋与钢板的梯形连接 以采用什么 那么这部分的梯形焊呢 就考到了教材当中的这个原文 你说这部分的梯形焊怎么样的牢吗 一个是电弧焊 还有个是埋胡压力焊 所以我说我们这种解释的 主要的目的呢 是让同学们 你听完我的话 回去不用背 哪怕这种小的选择题 抽个冷着 他考了这么一题 你在考前 你只听了我一遍刻 然后就没有再看书了 你这个点应该记得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个记忆点讲解它 原来电弧热量这么高 物质的燃点它达到 金属的熔点也能达到 那么用电弧焊最好 当然了 我们教材上没有讲过的 这种绿弧焊 你别管它 咱们就别选 更不包含其他什么 散光对焊和电阻点焊 因为T性焊 我们优先推荐的是电弧焊 教材原文啊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好 接下来汉字括弧二 钢筋接头的设置 这部分来自规划上的原文 同一个人钢筋上 当然要少设接头 同学们太好理解了 因为接头这玩意 是等于把两根钢筋 接在一起 本来钢筋不够长 那是一根再接一根 整体性肯定差 换言之 我们的接头 受力的薄弱环节 受力性能不会好的 所以它要少设接头 保证整体性 保证它的扛拉性能 你接头越多 整体性越差 扛拉强度肯定越低 第二个 钢筋接头应该受制在 受力较小的区段 这个同学们也好理解 接头我刚刚才解释 它是受力的薄弱环节 那你只能放在 受力较小的区段来保护它 你如果把它放在最大弯矩处 受这么大的力 接头就断掉了 所以当然不疑位于 构建的最大弯矩处 下面双括三 在任一个焊接 或绑扎接头的长度区段内 同一根钢筋 注意 不能有两个接头 好 这句话呢 是对于少设接头的 一个鲜明的说明 对吧 一个准确的描述 少设接头到底多少吗 同一根钢筋 最多 一个还是两个接头 我在面售现场问过 有同学打两个 错了啊 同一根钢筋 最多只有一个接头 那不疑有两个嘛 两个都不能有 就不得有两个 这个不得 是应该的反面词 应的反面词 有不应和不得 那这个强制程度 还是严格的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你都是最多一个接头 不能有两个接头 这叫不得有啊 不得有两个接头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看到 这部分是机械套动连接 这就有这么一个接头 那么就这么一根钢筋 让我们去看到 这就有这个接头 在我的照片当中 它旁边这根钢筋就没有 如果有接头的话 也要错开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接头呢 不能多 而且我接头这个位置啊 一定是树立较小处 而不能把它放在弯局的 较大的地方 好 下来双括四 这部分也来自于 我们规范的原文 接头的末端 至钢筋的弯起点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之近的十倍 我圈出来的每个词都是能够考的 单选的点的答案 这部分考案里的可能性很小啊 在诗人当中 钢筋的这句话考案里几乎不可能 但是选择题的分 我们也要给他拿门 我记得我之前金讲班念叨过 应该是前年 面授现场我们碰到有学院啊 哎 他说 郭老师 这次我过了挺高兴 他来听我的另外一门课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是选择题打得好 没有基础的话 他选择题拿了35分 35 那就相当于来说 选择题做得很棒了 那么对他及格线来说 他就有了很厚的基础 那你想吧 我们的二件啊 满分是120 你选择题啊 都拿了35分 等于你80分案例 再拿个40分 你肯定过 你考一半都能过 而且有的省份 极客线还不是72是吧 所以我们要求同学们 你理解 你不要一听选择题 觉得无所谓 而是选择题 你要拿满分 你要拿高分 我们这一部分的街头末端 我这个图已经画出来了 你看汉丰街头就在这 弯起点呢 我们也在这 要求这两个地儿啊 离得越远越好 还是越近越好 远一点 为什么 这头是受力的薄弱环境 而弯起点是硬力集中区域 他俩挨得太近的话呢 很容易这个街头就裂断 钢筋就容易断掉 街头就容易裂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要让他们两个离得越远也好 越安全 所以离得多远呢 是这个钢筋直径的啊 注意啊 不是半径 是十倍啊 不是五倍 选择题他喜欢改这些数字 理解这个原理居行 让他们要离得远一点 下面双框五 钢筋当中钢筋受力分不清 受拉受压的 注意啊 单选题 一件二件都考过很多次 当然也不会考案例 按什么办理呢 受力情况比较复杂的 我们统一按受拉办理 太好解释了 因为钢筋本身就是一个受拉构件 物要尽其用 那你当然按受拉办理 这部分我们也解释了啊 钢混的结构当中 不管是试证还是土建 建筑专业 我们这部分钢筋 主要承受的是拉力 无论是两底的 还是制作出的富丸井钢筋 实际上啊 它都是受拉的 那么在这个偏压短处当中 才会存在受压的钢筋 但总的原则来说 它大概率是件 设计图当中 为了混凝土配金 主要都是抵抗拉力 卡压呢 都是由混凝土来负责 对吧 因为混凝土呢 卡压强度高 所以我们就按照受拉办理 基础就可以 接下来算够六 钢筋接头的部位呢 横向近距 不得小于钢筋的直径 同时啊 且同时要满足 不得小于25毫米 如果在20年 我们二建的考场上 我给你钢筋的直径 然后我给你一道选择题 问你这个钢筋接头部位的 横向近距 不得小于多少 注意啊 这钢筋直径数字给你 然后呢 这部分呢 还有一个下限 这两个数字 你取最大值 还是取最小值 作为我们的横向近距 注意啊 要取最大值 都不能小嘛 那我取最大值呢 就都不小 就这个道理啊 要取这两个数当中的最大值 作为我们的横向近距 那么有同学说 为什么这个样子 还有这个横向近距 什么意思 我们给同学们呢 一次性的补充一下 我们整个钢筋啊 沿着钢筋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轴向 那叫纵向 用我们的这一部分的轴向 垂直的 这两根钢筋之间 这就叫个横向近距 那么这个横向近距 为什么要大一点呢 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明白 它至少要有 25毫米之间的间隔 叫个保护层的距离 主要的这份的目的 我这里解释了 它不仅仅是我们 绑扎大家大众的一个要求 实际上我们任何位置 钢筋的间距 都要满足至少 25毫米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量的 同排钢筋间距啊 上下排 同排 上下排钢筋的间距啊 包括什么法板 成台多排钢筋之间的间距啊 一样 这句话也说明着 无论是建筑专业 还是我们市政 现在讲的桥梁 这本钢筋的间距 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这就要求我们在工艺上呢 你要考虑 它的间距 至少要在25毫米以上 因为我们交出混凝土的时候 钢筋和钢筋之间的间距 不能太小 它要有足够的空隙 这样的话呢 我们混凝土里面的石子啊 就是出骨料 才能够下得去 否则你的间距太小 你就把石子卡住了 这些骨料下不去 就没有办法均匀分布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混凝土半合物 也是要有均匀的 才能够觅食形成强度 所以它为了让出骨料能够 整个均匀的分布其中 保证我们钢筋呢 有足够的混凝土把它隔开 能够充分卧果 所以就要求它的这个间距 不能小 至少要在25毫米以上 同学们你要能够明白啊 如果我们钢筋的横向近距太小的话 骨料下不去 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均匀觅食 那么这个时候呢 石子也下不去 那不均匀觅食 强度也就上不来 我们只有它的横向近距 大于25毫米以上 这部分的出骨量呢 也能下得去 这部分呢 也能够充分觅食 我们钢筋和混凝土 才能够充分卧果 对外一致显示 有效良好的树立性能 那么当然 我们就要求这个近距呢 要在25毫米以上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2015年 我们二线 试证专业这道单选题 施工当中 钢筋接头树立状态不清理 应该按什么处理 对啊 我们应该手拉出来 教材原文啊 全都是A 这部分呢 我还提醒同学们 2018年的一键同考 也考到了一样的原题 它和我们二键的 差了这三年 不考的是一个点吗 所以我们说 一键和二键的联动性 还是非常清晰的 但我们是二键培训 所以一键的题呢 我们就不把它放在 金奖班当中了 那么有的图书却说 有的题目 你为什么放一键的题 那是因为二键 在这个点上 它没怎么考过 我们正好拿一键的题 来练一练 说不定我们当年 就要考二键的题 好 我们拿14年的二键的这部分 多选一起来练 关于钢筋接头的说法 正确的有A 钢筋的接头 优先选用散光对焊 一看 好像对吗 郭老师 你还给我看了这个图 印象老生了 这个A应该对 我们赶快把这个A 用2比1 前笔 填图在打击卡上 14年 好多同学这么干了 两分没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 强感扰相 而且你一旦错解 零分 两分没了 很可惜 优先选用散光对焊 不是教材冤文吗 怎么错了呢 错了 这部分优先选用散光对焊 不是所有的钢筋接头 教材冤文你仔细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 选用散光对焊 是汉界接头 同学们你要看清楚 是汉界接头 优先选用散光对焊 它并不是说 刚才所有接头当中 都是散光对焊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机械套筒连接 连累也很牢 有些情况下 我们就要用机械连接 对吧 我们直接承受动力贺载的 你用汉界都容易把你拉裂了 你直接承受动力贺载的 构建当中的组件 你就得用机械连接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接头 都是散光对焊 而是汉界接头里面 你再挑汉界的方式 那就是散光对焊 所以你看它这部分呢 考得很细 同学们对于这个知识点 得把握得很牢 才能拿到高分 下面B选项 受拉主行 你采用绑扎连接 不行 我们已经讲过了 原理我们解过了 会被拉出来是吧 所以这部分绑不牢 C HRP335可用机械连接 对了 HRP335和HRP400 这种带类螺纹钢 适宜用机械连接 同一个钢筋扫射接头肯定对 钢筋接头设在构建 最大弯极处错了 它肯定是放在 受力较小处 不用解释了吧 这题正确的有 就是C和D 答案就是CD 同学们能够理解 解析我们就不一个的去读了 接下来汉字4 钢筋股价和钢筋网的 组成和安装 我们推荐汉字括弧3 钢筋现场把扎的双括号2 这部分我们的学员呢 应该早就熟悉我的教学方式了 代表汉字4下面的 汉字括弧1和2 我不推荐 只看汉字括弧3 下面我们看双括号2 我们没有漏啊 这部分我们只推荐 相应的重要考点 钢筋网的外围两行钢筋交叉点 应该全部扎了 如我们这个示意图一样 这就是外围的两行 左边右边也一样 这是外围的两行 一定要全扎 然后呢 我们中间这部分呢 你就可以跳扎了 就隔一不一 这个中间部分的呢 你就可以呢 间隔中间 跳过一次有一个 间隔的交错 间隔的交错杂牢 这就可以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 考选择题 接下来汉字括弧4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 双括4 要求同学们你要看清楚吧 应该在钢筋和模板之间呢 设置电块 我们这部分的电块呢 实际上设置的过程当中啊 你看我们现场啊 有这些小的沙江块 或者有的就是这个小的出来板 都有啊 给它进行相应的设置 你看我们这部分的两段的钢筋笼绑扎完了以后呢 我们设置这种电块 电块目的是干什么呢 考选择题 就是为了确保混凝土浇上去以后 你有一个合适的保护层的厚度 那么这部分呢 要和同学们交代一下 钢筋保护层 钢筋混凝土的保护层 为什么要有一定的厚度呢 为什么要有这个保护层呢 同学们理解啊 如果没有这个电块的话 我们一旦合模 安装模板啊 钢筋你是绑扎好了 钢筋你是 我们这部分的时空力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一安装模板 这个模板呢 就贴着钢筋笼的表面 因为你没有电块的话 模板一装上去 你就贴着这个钢筋的表面 昏凝土一浇 一拆模 就很容易露金 因为你模板和钢筋之间没有空闲 你直接昏凝土浇上去 一拆模就容易露金 那你钢筋一旦露在外面 就容易嗅使 对吧 空气当中呢 有气和水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应该用电块 把钢筋和我们的模板之间垫起来 也通过电块的存在呢 使得模板和我们的钢筋笼 有了一定的间隙 昏凝土浇过去了以后呢 模板一拆 那么我们这个钢筋呢 它的保护层 它的钢筋的昏凝土保护层就留好了 所以通过这部分昏凝土 隔绝了外界的气和水 避免袖使 第二个 有这层昏凝土挡着 避免外力直接冲击钢筋 造成破坏 避免直接冲击 第三个 有了足够厚度的保护层 才能让我们的钢筋和昏凝土 充分卧果 对外显示一致优良的受力性 还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部分电块 必不可少 等于它要把模板垫起来 让它和钢筋之间有一定的空间 那当然电块设置的时候 要以钢筋呢 你要绑扎牢固 而且呢 要错开布置 对吧 这个同学们呢 有个感性的认识就可以 好 致辞我们整个第一幕 第三条啊 钢筋技术这部分进讲办法就结束了 下面讲 我们将从第一幕第四条 混凝土时空技术 开始我们的讲解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